《四神诛》 《四神诛》 彼悠如是 四三摩地 正上立故 一元诸禅 这是三十七道品里面的四神诛 《四神诛》这里面先解释四三摩地 解释完了 现在是第二课 八种断形 八种断形里面分三课 第一颗标所为 这个标这个字应该就是提出来 所为就是所要做的事情 所要做的事情把它提出来 叫做标所为 彼悠如是 四三摩地 正上立故 这个彼就是指那位禅师 那位修行人 有如是 有前边说的这个 四正段 四正段是四正秦 这个四三摩地 就是四神诛 欲勤心慧 它因为精进地修识十念诛 精进地修行四种定 所以四种定 修行地有了成就 所以叫做正上立 得到强大的力量 一元诸臣 这个修定得到成就了 神门成就就是一元诸臣 它已经能够远离一切烦恼 这一切烦恼就指现行的烦恼说的 在一切境界上 它心能够保持清静 没有烦恼的咬乱 残咬 这件事做好了 但是还有事情没做 所复为勇害 一切一切恶不散法 诸谁免故 就是标准来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了 烦恼是不动了 但是烦恼的种子还没有断 所以它要继续努力地用功 继续努力地用功做什么呢 就是为了勇害 就是永久地消灭了 一切一切恶不散法 就是一切烦恼 一切恶不散法 这里边有烦恼也有业 诸随眠故 这些烦恼的随眠故 就是消灭这些烦恼的种子故 即为休息能对之彼 诸善法故 这个为了灭除这些烦恼的种子 这是一件事 即就是还有一件事 唯休息能对之彼 能对之彼 烦恼种子的诸善法故 这是一切 这些勇害一切恶不散法 诸随眠 这是个目的 怎么样才能够勇害这一切的随眠 就要休息能对之彼 的诸善法故 当然还是戒定会 但是名字可是不一样了 便更生起要欲彻力 前面四身族是为了调伏 洗灭烦恼的现行 是要有要欲彻力等事 现在为了灭除烦恼的种子 也还是更要生起要欲和彻力 前面也说到要欲彻力 广说如前 像前面四种三分地说过 如前修师之正断的那个加行的道理 看这个批询记 广说如前修师之正断加行道理者 如前四正断中所有发心精进 又说彻心持心 这几句话 既词所指广说加行 一笔建立 种种种差别 种种差别就是八段行 既词所指广说道理 前面没有说八段行 这里才说 比如是正休息时有八段行 也就是要欲彻力发心精进这些事情 比如是正休息的时候 修西三分地的时候 有八种断烦恼种子的一种清净的修行 唯欲勇害朱水灭果 修八段行的目的就是想要勇害一切烦恼的种子 这个烦恼的种子就是现行的烦恼没有动 在那里休息 就像人睡眠似的 他要睡醒了出来活动 还是那个人 他要睡眠的时候就是休息了 这个烦恼有两个现象 一个是烦恼睡觉了的时候 就是种子不动 烦恼的种子睡醒了 烦恼就活动出来了 是一样的意思 就这样等于是一个比喻了 为三么地得圆满故 差别而转 这是两回事 一个是要勇害烦恼的种子 一个是为三么地得圆满 因为修禅定 得初禅得二禅乃至第四禅 都是一大段一大段的 不是一刹多间就圆满了的 成就了多少要继续努力 是令他的功德得圆满 初禅得圆满 二禅三禅四禅得圆满 乃至到飞飞想地得圆满 是差别而转 为了这件事 修行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条件 那就是八段行了 而转就是现极 这一段是标所为 何等名为八种段行 这是下面第二 是差别 解释出来八段行的差别 三颗第一颗是正 一者欲 第一个还是欲 为其如是希望要欲 就是这个修行人 他心里面生起来这样的要欲 生出这种好要心 生出了这样的希望心 俄欲何时修什么地当得圆满 我什么时候 我能够修的这个圣满头的纸 能够圆满 能够得到四禅八定 俄欲何时当能断灭 恶不善法 所以随便 这是两个愿望 什么时候能够灭出去 恶不善法所有的种子 是二者撤离 前面这是欲 这是八段行的第一个 要有这样的愿 第二个就是撤离 乃至修所有对之不舍加行 这个撤离实在是已经有了行动 前面这是愿 现在撤离就是有了行动了 就是真实开始修行了 修行的时候 他的内心常常得鞭策自己 常常得鼓励自己 应该撤心持心 应该发心精进 应该是指举舍 这样知道了 他鞭策自己 乃至修所有的对之不舍加行 就是不弃舍这个努力的用功 腰疼我不告假 头疼我还是去静坐的 这叫不舍加行 不要因为一件事就会停下来 这修行事情是不容易的 三者信 为不舍加行正安住骨 于上所证身生信节 这个信也还是很重要 这是第三个代行 为不舍加行 就是说这个修行人 他不弃舍他的功课 他静静地用功 正安住骨 他依据圣教 依据和尚阿舍利 或者是佛的修多罗里面所开导的 这样安住不动 他不离开 他这修行的方法 是安住在佛的法语中 这样用功修行 因为不舍加行的关系 与上所证身生信节 这个上就是圣音 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这些圣音 佛菩萨阿罗汉的圣音 他所证悟的涅槃 无漏的法身境界 深深地生气 相信这件事 是这样子 这个不舍加行 在里面 由于他自己努力的修行上 建立了这样的信心 我们读经 因语言文字的学习而有信心 现在这上面是说 我由修行中而建立信心 这是不一样的 由修行而建立信心 这个信心是深刻 坚定 不会因为别人说了一句话 我就没有信心了 我不信佛了 不会有这么回事 不会有这件事 这是信心 是者安 这四个段行就是安 为清静信 而为上手 心生欢喜 为这一位修行人 他有清静的信心 而为上手 而为第一 当然有愿 前面是生欲 生欲 欲前面一定是有信 所以信是最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有信的 所以为上手 是最初的 心生欢喜 他有清静信 他要经过一个实际的修行 他敢讲 我有希望 我会有成就的 我会得圣道 发愿得圣道 而又相信能得圣道 所以心里面欢喜 他用功修行的时候 心里欢喜 心欢喜 这一句 见词 许出诸恶不善法 初衷 就次第的 在上面不是说 一刹多阶 就是无量阶 不这么说 就是真实的 昼月六十这样用功 这样用功 见词的 你的功夫进不了 就许出诸恶不善法的种子 这个初衷的现行 就得相调伏 调伏了 就是把那个种子降伏了 叫它不要动 那就这个力量了 他这样做 这个初衷就是没有堪能性 比如有身初衷 心初衷 现在是由于有信 有怨 有行 头一个是怨 第二个特例就是行 加上信 有信怨行的关系 他到这时候有的成就了 就是得了清安乐了 身初衷 心初衷 都调伏了 就转变为身清安 心清安了 所以第四是安 这是他成就 得了清安乐了 五者念 第五是 这个念 这都是说到修行的方法 这个念是修行的方法 这个念是什么呢 为九种相 这个念有九个相报 有九种相报 九个相报 九个相报是什么呢 与九种相安住其心 就是用这九种相报的念 成就九心柱 成就这个九心柱 所以这个九念也好 九种相也好 九心柱也好 都是属于奢摩托这一类的奢摩托品 能奢侈过 就是你要是修这个念 就能奢侈你的心不乱 能令你的心明镜而住 可以由欲集定 可以由欲集定 由散乱心达到激情柱 而不乱 不动乱 能奢侈 就是能拿过来 就是有种念的方法 能成就九心柱 能成就禅定 这什么意思 这个看这个批训计 为九种相等者 为念等念 念是一个 等念是一个 虽念是一个 别念是一个 不妄念是一个 铭记是一个 无识是一个 无妄是一个 无识法是一个 一共是九个 世明念的九种相貌 这九种相貌如绝哉愤 这有解释 在零本五十七卷十六页 当之此虽九种心柱 差别建立 和九种心柱的差别 建立这九种念 由于色魔特贫 能奢侈过 由于他也是属于子 就能够奢侈你的心不乱 这个意思 就是有九种念 得九种柱 这个意思 第一个是念 第二个是等念 这个九种心柱 第一个是内住 为什么这个心不向外面拍圆 安住在所缘境呢 所缘境就是内 安住在所缘境 就要内住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你念 念所缘境了 心就住在所缘境这里 这个心念什么 心就在什么地方住 是这么意思 你要想要不妄想 你要硕硕的意念所缘境 心就住了 就住下来了 就安住在所缘境 好 所以叫做念 第二个相貌是等念 这个等念就是等住 第一个是内住 第二个是等住 这个等就是平等 你前一念安住在所缘境上 第二念也安住在所缘境 前后念是一样的 就等住 前一念我安住在所缘境 第二念就跑了 就不等了 为什么能够等住呢 因为等念的关系 因为你前一念是念所缘境 后一念也念所缘境 他就会等住了 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的随念别念 都按照九星柱的意思去解释 就是这样有九种相貌 好 这是这个念 这个念这个字是个修行的方法 这是修定的一个方法 这是第五 现在第六者 六者 正知 好 这个正知是什么呢 这个前面这个念就是修指 是什么佗品能奢侈心不乱 现在这个正知是属于什么呢 正知是属于观 批布舍诺品是能观察的智慧 现在这里说 这个前边的四神族能够调副烦恼的现行 叫他不动 现在是唯断随眠 这样讲 那这里说到这个正知是批布舍诺品 那一定包括无恶观在内 你修不敬观 修无常观 修什么观 但是一定要有无恶观 才能断烦恼的种子 所以这个什么叫正知 就是批布舍诺品无恶的智慧 包括这个智慧在内 七者施 施也是一个修行的方法 卫心造作就是心在动 这个心在动的时候 要有一个指挥者 就是有了很多军队 要有司令官 这个司令官来指挥这个军队 现在修行的事情 就是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一样 要有一个指挥者 要有一个能决定者 就是指挥者 我要这样做 我要那样做 就是那个指挥者叫做死 这个我们说是有身 口 意 三 业 实在都是私心所 都是私在指挥 什么叫做业 就是心里面的业 它是业 这底下解释这个心造作 于断未断正观察时 造作弃心 于断未断 就是这位修行人 常常地反省至极 我这个烦恼是断了 我这个烦恼没有断 我昨天是断了 今天又没有断 今天又有烦恼了 就是各式各样的情形 有断有没断 断了又没断 就是这个修行是 常常是反反复复的 有进也有退 有退也有进 就是这样 进进退退的 没到这个阿罗汉 总是就是这样 好 这个余断未断正观察时 常常反省自己 反省自己有问题 要解决 就是照作弃心 就是指挥这个心 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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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有一点糊涂 那么马上要修缘起观 如果我有点恶慢 一定要修无恶观 就是经过反省以后 就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那么就推动自己 来命令自己 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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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照作弃心 发起能顺 直观二品 深业与业 发起这件事 这个深业与业 而是随顺 直观二品的 那么 直观实在是一业 但是与深业与业也有关系 那么还就是三业 发动三业的清净 一种种方便 令自己的三业清净者 就是那个发起者 叫做施 这样意思 我现在昏尘了 那么发酵自己昏尘了 那么就要修菊 修这个方法 我现在我的调菊呢 我要发 要指挥这个心 叫做修止 破除这个调局 就是那个发动者 那个司令官 叫做施 看这个批询记 发起能顺直观二品 深业与业者 慈忠亦显 净律 就是那个 得到了禅定公介 得到了禅定的人 他 他的这个身口异地 都是自然是清净 合乎律 合乎律 一地 能灭出一切不威仪的事情 使命三业清净 这个时候啊 和这个散乱的人 和魅德定的人 不一样 为佑直观二征上吏 就是说 这个净律律一 是怎么会实行的 是怎么会实行 为佑直观二征上吏 就是这个修行人 他有奢摩托的力量 他也有批不舍诺的力量 这两种啊 强大的力量 顺服一切犯戒种子 就是能够顺俭调服 一切犯戒的那个烦恼的种子 因贪心而犯戒 因为称心而犯戒 因为愚痴而犯戒 因为高慢而犯戒 因为歇智歇见而犯戒 这些烦恼都是有种子的 由于你修旨修观 使得这些烦恼种子得调服 得损服 折损了它的力量 折损了那个种子的力量 量身与业得山清净 这个种子一枯萎了 它就不能现行了 这个烦恼种子枯萎了 不现行 那么你表现意外的身业与业 就清净了 它就没有这些无言了 得山清净 如是当之烦恼已断 这样子你就会知道 这个现行烦恼是不动了 现行烦恼不动 就知道那个种子没有力量了 种子没有力量了 那就是你的止观的力量强了 所以就如是当之烦恼已断 诸观行者观察烦恼断未断食 这就是那个奢乐作意观察作意 诸观行者就是修止观的这位禅师 观察烦恼断未断的时候 正审思察 愿正如是清净身业与业 持身与业明顺之观 正审思察 这个正是指佛的法语 它就根据依据佛的法语 来观察自己 观察自己的时候 是愿正如是清净身业清净的余业 持身与业明顺之观 这个清净的身与业 就顺于你异业的直观 它也有 如果你身不清净 余不清净 那就影响你异业的直观 持人的直观有困难 现在身业与业清净了 你的异业的直观 也就受到了支持 支柱的力量 也就容易清净 容易成就直观 异业也会影响 深业与业 深业与业也影响你的异业 现在是因为 直观的力量强大了 损伏了烦恼的种子 所以深业与业清净 深业与业清净 异业也就得到清净 异业的直观也得到清净了 这叫做发起能顺 直观二贫深业与业 这就叫做施 施是这样意思 八者舍 八段行现在讲到第八个 这个舍这个字 怎么讲呢 未行过去未来现在 随顺诸恶不善法中 心无言无 心平等性 这个舍这么说 行就是我们的心 这个心呢 行过去 行于过去世的 随顺诸恶不善法中 行于未来世的 随顺诸恶不善法中 行于现在世的 随顺诸恶不善法中 这个诸恶不善法 就是遇见一些可爱的境界的时候 令我生贪心 诸恶不善法 遇见一些可证悟的事情 令我心里面生称心 那就是诸恶不善法 乃至到生种种的意义 烦恶心 当然也有是因生贪心 因贪心而生沉心 因沉心而生贪心 烦恶与烦恶这些互相的变化 都叫做诸恶不善法中 我们的心在这过去的 现在的未来的 恶不善法中 活动的时候 心无言无 这个人是修止观的 他不是散乱的人 大家同样是在恶不善法中 但是修止观有成就这个人 心无言无 他心里面清净的 应该生贪心的 他的眼耳鼻子身也接触 舍生先为出法的 他心里面清净 心无言无 应该生贪心的 不生贪心 应该生称心的 他不行称心 所有的烦恼都不动 平等法中 虽眼所缘的境界是无言的 但是他心里面是平等 等于还是明镜耳住 与止观相应 这叫做蛇 这个蛇是这样的意思 这样蛇 就是弃舍了一切的无言的烦恼 心里面没有烦恼 这叫做蛇 这个蛇有过去 现在未来报过三世的境界 这叫做蛇 也就是由于前面 修念的蛇魔陀 修正知的批不舍诺 正知的批不舍诺和念的蛇魔陀 是由这个诗指挥的 由他的运作 运作现在达到这么一个蛇的程度 烦恼不动了 烦恼不动 烦恼不动不是说是你在寺庙里面静坐的时候烦恼不动 是行与蛇证相会处罚里面而不动 那表示你的烦恼种子受到止观的影响 受到止观的力量的伤害 烦恼种子没有力量了 这样意思 心清净了 这叫做蛇 这是八代行的每一个解释完了 前面是变这个八代行的体下 现在第二颗明知段 由二言缘与谁免断分别了之 未有境界不限见识 既有境界限见舍故 这上面前面说到舍 其实这个断 八代行的断 实在与前面的八代行通通有关系 现在是告诉我们 有两种姻缘 与随眠断分别了之 这个随眠断分别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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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件事 你观察就会知道了 分别了之 哪两种事情呢 这个随眠断分别了之 未有境界不限见识 这个境界不限见呢 不限见这个境界的识 这是一个因缘 第二个是由境界限见的舍而知道的 看这个披寻记 未有境界不限见识等者 观察烦恼段为段的时候 施违发起能顺止观 能顺止观 耳品深夜雨夜 如是施违 非于行死 原现见经 世明境界不限见识 如是施违 这样施违的时候 非于行死 不是说这个行是不静坐的时候 你心里面前五识和第六识 都是县外边的舍生相为处 在那上活动的时候 就是不静坐的时候 非于行死 原现见经 那么前五识和第六识 原现在的舍生相为处 就是现见经 非于行死 原现见经 世明境界不限见识 那当然这个就是 第六识 不从前五识去 原舍生相为处罚 那就是不限见外面的境界 这个时候你内心的思维观察 叫做不限见识 不限见识 不限见识 要缘现见四境 恶不善法 不服无限行 心无眼无行平等位 世明境界限见识 那这就是前边是入定 这第二个是不入定的时候 不入定的时候 不入定的时候 就是现见 前五识和第六识去接触外面的境界 这个虽然是不入定 但是恶不散法不限行 那么心还没有眼无行平等位 行于明镜而住 没有一切烦恼 这个时候 世明境界限见舌 这上面不限见叫做识 限见叫做舌 这个地方这么分别 而是在前面解释那个舌的时候 未行过去未来 现在随身诸恶不善法中 心无眼无心平等舌 这样子 限见不限见都有舌 限见不限见也都有识 也都是有识 也通于限见不限见 舌也应该通于限见不限见 但是问题就是 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是入定不入定 心里面是清静的 从这里面可以知道是断烦恼了 有二因缘与睡眠段分别了之 如果要是另外一个解释 就按照在舌摩陀里面的批不舌夺来解释 由未有境界不限见是 那就是 当然这是生文的 就是观都是无常的境界 无明灭在行灭 乃至生灭在老死灭 这样子的心就入于无生灭的境界了 就不限见识 这是做如是观 既有境界限见识 既有境界限见识 就是他没有做这种观 而是观一切的缘起法 一切都是因缘生起的 一切都是因缘生起的 都是如幻如画的 都是插诺插诺生灭的 这是心也是清净的 那叫做游境界限见识 也可以这么解释 如是名为八种段行 一名圣行 这是第三课解释 解释差别这一课 第三课 第一课是正 第二课是识 识里面有两课 一个是遍体下一个明字段 现在第三课是解释 解释这一课 如是名为 是前面的这一课文 就是八种段行 一名圣行 也名为圣行 就是它有强大的功能 有这个力量 能排除烦恼 能调伏烦恼的种子 如是八种段行 解释圣行 解释为害 随眠欲窃 这是第三课 配欲窃 配欲窃里面分两课 第一课是种标 如是 是前面这一课文 的八种段行 解释圣行 解释为害 随眠欲窃 也就是能够害随眠的欲窃 四种欲窃 这是标 下面别配 前面曾经说过 欲窃有四种 慈中欲者 即使比喻 八种段行里面的欲 也就是四种欲窃里面的欲 他们的含义是相等的 慈中策略 既比亦精进 这里面的八种段行的策略 既比亦精进 即使那四欲窃里面的精进 慈中信 信者即使比信 八种段行里面的信 就是四种欲窃里面的信 慈中安 念正知实舍 既比方便 既比四欲窃里面的方便 这个意思 看这是在匯别配 一样一样的配合 批群记 慈中欲者 既是比欲等者 比未欲窃 就是那四种欲窃称之为比 前说四种欲窃 于此八种段行 随应配俗 随其所应 把它汇合在一起 如文可知 如是词中 要先欲等似三么地 要今所说八种段行 唯于永断所有随眠 圆满承伴三么地死 一切种名欲窃称之 断行成就神主 这是第二课 总结 前面是别变 别变就是说明四窃称之的相报 说明八种段行的相报 这一大课说完了 现在第二课是总结 如是词中 要先欲等四窃称之 欲窃新观 四种定 要今所说的八种段行 这个八种段行 余为永断所有随眠 圆满地承伴了三么地的时候 一切种名欲三么地 段行成就神主 总合起来就是属于欲三么地 段行成就神主 欲三么地 段行成就神主 欲三么地 段行成就神主 观三么地 段行成就神主 这是总结这一段 就是四三么地和八种段行 合起来就是四三么地 这个意思 问何因缘故说明神主 前面是解释四三么地八种段行的成就 现在是说得名 得名为神主的原因 分两颗 第一颗是问 何因缘故说明为神主 你什么理由叫神主 这是问 第二颗是答 答也分两颗 第一颗要四间禅 要四间变 如有主者 能缘缘 像一个人有足 他有足 他有足 就会有足的作用 就是能缘缘 到哪里去 还能够回来 能缘缘缘 疼要永剑 就是特别有力量 能跳起来 跳高 那么这就是有足就会有这个好处 是愿在亚有是神主 能得能正 世间所有殊胜之法 能得是能得因 能正是指果说的 能得因能正果 正什么果呢 世间所有殊胜的事情 世间所有 世间法里面最殊胜的就是禅定 世间法里面最殊胜的 世殊胜法说明为神 世间殊胜的事情 那就是禅定 世间得了禅定也有神统 这都叫做神 禅定不可思议 所以叫做神 世间所有殊胜之法是国 世殊胜法说明为神 这是国说的 所以比能道士比喻清心观能令你到这里 到这国这里来 那就是因能治果 所以合起来你明之为神主 顾名神主 看这个批讯记 如有诸者等者 为要成就是什么的 八种断性 堪能正得转上转胜 诸世间定 就是有能力 是令你向上进步 到最殊胜的境界去 那就是世间上的禅定 诸要世间说明神主应知 这不是要出世间说的 如是要有 如是诸法有什么的 圆满成办 彼心如是清净显摆 这是第二课 要出世间的禅定功德说的 也可以包括出世间的神通 如是要有 如是诸法有什么的 圆满成办 是前面说到的这个世神主 要有淫 成就如是诸法 能够学习这样的 世神主的法门 最后你成就了三末地 而三末地是圆满的成就的 圆满成办 比心如是 比那个修心的心里面 就是这样子的清净显摆 无诸辖慧 没有误会 心里面没有误会 就是清净显摆的 清净显摆就是没有爱见慢的 这些烦恼 有人虽然成就了禅定 他有爱见慢 高慢心很高 有高慢心 现在这里是说这个佛教徒成就了这个禅定的时候 心里面没有这些烦恼 没有恶慢 没有高慢心 没有爱见慢的这些事情 所以是清净显摆 无诸辖慧 没有爱见慢的辖慧 离随烦恼 远离这个昏尘睡眠这些烦恼 安住正直 有所堪能 安住正定 就有所堪能 或者安住正见 也有所堪能 你得到了禅定 里面还有正见的 这个人的能力是很强的 怀德不动 他能够有所堪能 就是有这个能力 得到那个不动的圣经 圣灵的境地 能往能还 藤药永远持有神同了 可以到十方世界去 还能从十方世界回来 能往就能还 藤药永远 就是 这个藤药好像有神诸通 能在十一公里来来去去的 他有那种勇猛的力量 能得能证 出世间法 他有能力 修出出世间的八正道 三十七套品 能证 就是得果了 出世间的因果 能成就出世间的因果 他有这种堪能性 有出世法 最胜最自在 出世间的圣道 那件事是最殊胜最自在的 因为没有烦恼就自在 有烦恼就不自在 是最圣神 出世间的圣道 就是无漏的界定会 是最不可思议的境界 必能证持 这个是神主 这个 欲擒心官和八段行 能证持 能证持出世间的神 故名神主 看这个批训计 如是要有 如是诸法等者 以正根本三摩地固 明三摩地圆满成办 只是说得三摩地 那三摩地还就是没有成办 三摩地还没圆满成办 鼻心不为三摩地生爱为慢见仪 无名等 诸随烦恼的眼无 说眼无 施命清净显白 无诸相会 离随烦恼 诸正知见 这个正知 大概正见讲 安诸于正见 善思法意 他能善巧的思维佛法的意 佛法的真意 无祸无疑 能够通达无祸 能够正信无疑 加行处理 他能努力地修行 就能从祸叶苦里面跳出来 泄脱 他有这个能力 静信相应 他有清静的信心 与这些 与这个疤 与这样的功德相应 不可引夺他的信心 你不可以一转地 施命安住正直 有所堪能坏得不动 这解释这句话 要有如是诸法 堪能正得出师的圣法了 只要出师说明神诸应知 下边是 这是 是神诸解释完了 现在这是三个是 是念诸 是正秦 是如意 是神诸 这三个是解释完了 下边解释两个五 五根五立 分两颗 第一颗是别变 又分两颗 第一颗是五根 又分两颗 第一颗是解释 分三颗 第一颗名圣进 必要如是圣三颗的为所依慈 就是那个修行音得到了三颗的 得了师身诸 师身诸三颗的 为所依慈 这个依慈 就是为它为依慈 比如这个水在碗里面 这个水一碗为它依止出 在碗就能够保持这个水不流伞 这个水一碗为依慈 碗就能够奢侈这个水不流出去 就吃 你的心 我们的心 以这个禅定 以三颗地为住处 这个三颗地就保护你这个心 明镜而住 就是互相的意思 圣三颗地为所依止 能尽休息 增上心肖 增上慧肖 所有语气 这个殊胜的三颗地 做你心的意志处 你这个心住在三颗地里面 又能怎么样呢 能进一步地修消这个正上心肖 进一步修消禅定 这个禅定也是 禅定如大海 也是无量无边的 正上慧肖 进一步地修消那个除世间的圣道 还能这样修行 这是说 成就了 世神族之后 还要再进步 这样子 由尽休息 此欲窃固 于他大师弟子所证 深圣心结 这是第一个名圣经 第二个出信根 现在在说圣禁 这是总说的 圣禁有什么相貌呢 就是下边这个信进念定会 就是它的相貌 由尽休息此欲窃固 由于这位修行人不停下来继续地修悉 与止观相应的欲窃 于他大师 对他 就是指佛 大师指佛说 佛的弟子 或者是阿罗汉 或者是大菩萨 佛弟子 所证深圣心结 他们内心里面所证悟的 不可思议的三位 深圣结 深深地生出来信心了 这个圣结就是有深刻的印识 也就是它的信心 有强大的力量 就是圣结 深深净信 深深地生出来清净的信心 这个我们没有修行的人 也没有这个戒定会的功德的人 我们就看见一个三十二相的佛 也只是看个陕像 他心是怎么事儿 完全我们不知道 要是有修行的人 他有自己的内心的功夫看 他不只是看佛的舍相 他也会观察佛的心 佛的心 有深深的神美 他就会想到这件事里头 所以 于他大师所证的 就是心里面的境界 深深圣结 深深净信 这是有修行的人才能知道 持清净信 增上义故 说明信根 这样的清净的信心 是有增上的力量的 有强大的力量的 说明掉这信的根 分两个 第一个是问 分两个 第一个是问 于何增上呢 他这个力量要发生作用的时候 在什么地方发生作用呢 答 于能生其出世间法而为上手 即于能其精进念定慧为其增上 这是两个 说出两个理由 所以这个信心有正上意 是能生其出世间法而为上手 他这个信根 能够生起来 能建立出世间的定慧 但是信是出世间的圣会的上手 所以信 现在有这样的信的 有信然后才有愿 有愿才有行 有行然后生出来出世间的善法 所以信是这些善法为首的一个 即于能其精进念定慧为其增上 这个前面说是能生其出世间法而为上手 实在这句话是总说的 是总说 下边就是别说的 出世间的善法什么呢 就是能生其精进的善法 能生其念的善法 定慧的善法 这个信有这样的力量 所以称之为信根 是这样意思 这个能精进念定慧 都是由信生起的 是这样意思 但是精进也能去生起念 念也能得定 定也能得慧 也有前后的次第的意思 就是 欲精进等 欲能生其出世间法 既欲能其辗转乃至慧为其增上 这里第二个精进等根 前面这是说信解释完了 现在是第二课 说到精进等根 除了信根 余下来的精进念定慧等根 余能生其世间法 能生其出世间的法 既欲能其辗转乃至慧为其增上 说这个精进根根 有什么增上呢 他能生其出世间法 那么也是增上 余能生其辗转乃至慧 就是由精进而生出念 由念而生定慧 这是辗转乃至慧 这是一种增上 有次第的增上 有总说能生出出世间善法的增上 乃至其慧 唯于能其出世间法 为其增上 这是第三课说这个慧 所以慧呀 出世间的这个慧 信心念定慧这个慧 这个慧还没有 还不是出世间的智慧 信心念定慧这个慧还是出世间的慧 但是他能生其出世间法 他有这个能力 这是他殊胜的力量 世故信等说明五根 这五根是这样意思 这个就是前边 你修世念处 世正秦世如意诸 你不断地这样修 就有了信心念定慧的善根了 应该这么说 应该是可以容易明白的 看这个批训记 既于能其辗转乃至慧为其增上者 为要精进于念定慧能为增上 这精进能给念定慧就增上 如是念与定慧能为增上 念又为定慧又为增上 定为与慧能为增上 由是所言辗转定慧 辗转智慧 是这样意思 要否了知前后所证而有差别 前边是说五根 五根有增上力 明知为根 现在说五粒 分两颗 第一颗是变相 辨别五粒的相貌 又分两颗 第一颗先举信 先标译 要否了知前后所证而有差别 随此能与后后所证 初世间法深深圣洁 深深敬信 此精进信难浮异固 说明心理 要否了知 要是这位修行人 他又能明白前后所证 前面的所证 你又继续修行 后面又有新的证物 同时证 但是前后又差别了 随此能与后后所证 初世间的法深深圣洁 这个圣洁 就是有决定是这样子 他明白这件事 有了定 然后修智慧 决定有成就 他这个信念很强的 也就是圣洁 深深敬信 深深地生出了清净的信心 就是能断出烦恼了 此清净信难浮异固 这个清净的信心 为什么称之为利 难浮异固 你不可以叫他不信 我降浮住你 叫你不信 难浮异固 所以叫做信力 这是标 标语 下面第二是问答 分两个 第一个问 谁不能服呢 谁不能服呢 谁不能够降服他的敬信呢 下面回答 此清净信要天要魔 要诸沙门要婆罗门 要于世间无有如法能引导者 此清净信要天 这应该是凡天 要魔是欲界顶天 要诸沙门 就是淫世间的沙门或者婆罗门 要于世间 其余的世间和阿修罗的世间 或者其他的世间 无有如法能引导者 没有啊 如法能把能移转他的信心的 不可以不可以动摇 诸烦恼禅已不能去 就是烦恼啊 因为现在这个人还不是圣人 他还是有烦恼的 而这个烦恼也不能够屈服他的信心 故名南复 南复是这样意思 此为上手 此为上手 此为前行 于精进等以名为例 第二颗 利精进等 此为上手 此信心是最千变的 tonight 特意 此为此 他这是最上手 他在前面做 他是前面先出来的 此为前行 在其他的善感之前 就有了合同 于精进灯 以明为力 于精进灯 也因此而是 也是有力量的 由此诸力 具大威势 吹服一切魔君四利 能证一切诸漏永尽 始孤无名利 由此诸力 也就是信尽念定会这五种力量 这五种法 为什么称之为力呢 具足大威势 大威德大的势力 怎么知道呢 吹服一切魔君的势力 这是一个大威势 能证一切诸漏永尽 这又是一个力量 他能成就灭 一切烦恼都灭出来了 他有这个能力 这件事还是还要继续努力的 这个前面是别变 别变这个 无根无力 别变无根无力 现在这下边是种血 分两颗 第一颗是因果相熟 分五颗 第一颗是信根信力 分上颗 第一颗是标 当官慈中 无根里面的信根 无力里面的信力 这两法 即是正经中所有经信 就是将来得到出国了 他证悟了出国以后 他对佛法生界的信心 就是那个清净信 这里的信根信力 就是将来得圣道的时候 那个清净的信心 因果相熟 现在信根信力是因 将来得圣圣道的时候 那个静心就是果 这个因就是那个果 那个果就是由这个因所引发出来的 是因果相熟 何以故 第二是正 一其正如 正行立生 所有正经 皆有此因此缘此戏 由比 即是此正上过 一其正如 因为这个位禅师 他将来正如 正行立生的时候 误入法性了 远离了生灭 不生污蔑的境界 所有的清净的智慧 那里面也有戒定慧 由 皆由此因 皆由这里边 无根的信根信力 为因 为缘 为序 由比 即是此正上过 就是彼得圣道的那个是正经 是此信根信力的正上过 他们的力量引来的果 正上过 这个正上过 实在就是正上缘 实在就是正上缘 正上缘的意思 是故 世尊就其因果相熟道理 说言当官 记彼正经 这是第二可正经 这是第二可正义 所以 世尊就其因果相熟的道理 因与果是互相系俗的 有因就有果 有果就有因 说言当官 应该去观察 记彼正经 这是现在的信根信力 就是将来的得圣道的那个正经的信 非记彼体 这是要再进步一下 你现在成就的信根信念定会 就是将来那个正经 只是因果相熟这么说 要是在当体上看 你现在的五根武力 不是出国的那个时候的静心 不是 还不是就是他的体 也不就是他那个相报 体相 还不是相继的 但是由此而由彼 所以说叫做相熟 是这样意思 因为正在你还没有得圣道 出国圣言以撒那是正经 那是圣经 那不是凡谱 这个批寻记 皆有此因 此缘此续者 因为种子 你得到出国 得了出国 你那个清静的信心 是由种子来的 你内心里面有种子 那就是因 从来也没得过圣道 那么那个圣道以虽 那个种子从哪来的 是本来有的 所以这是本剧的 这个意思 因为种子相续 从无时接来 发而有的 所以一直到现在 确实有这个相续 以此为因 缘为所义的主办 那个净信 它还是要有一个主办 当然还要有心 还有遇生节念 令会各样的心所做主办 善心所做主办 虚为托子 是什么意思 就是 以他为托 这件事还才出现的 有无明原形 就是无明为所托而行出来 也就是由现在的五根五粒为所托 而将来才有正经 是正经的 是实生 这叫做序 这个序是这样的意思 既引发原意 这就是这个因也好 因缘那序 也就是引发的意思 能引发出来圣言的功德 是这样的意思 如我三目细多地中说 好 当观尺中精进更立 这是第二颗 分三颗第一颗是标 前边是所谓的性的更立 现在是精进更立 先是标 当观察尺中的精进更立 即四正段中的所有精进 五粒里面的精进 五根里面的精进 就是前面那个四正段 就是四正秦里面那个精进 四正秦就是精进 六波罗蜜里面有精进 波罗蜜实在是相同的 此和正段 这样子也是因果相属的意思 五根五粒里面的精进 就是四正秦里面那个精进 好 这里有分这第二颗是正 此和正段 前边是正段那个精进 叫做正段精进 这里是精进跟精进立 什么正段呢 问下边是 未能永断见到所断 一些烦恼 方便正断 现在这个精进跟精进立 它有这种堪能 能永断见到所断的一切烦恼 也就是身见戒取义 是这些烦恼 方便正断 就是一尺位方便 它是能断那个烦恼的 此中意说如是正断 这里面说如是正断 在出国的时候那个正断 是由此正断 有五根五粒的这个精进跟的力量 还是正断的 毕竟能断所有恶不善法 这个精进跟决定有这样的力量 单观尺中念跟念力 这是第三颗念跟念力 分两个第一颗标 单观尺中的念跟念力 即四念柱中的所有正念 这五根五粒里面这个念 也就是四念柱里面的正念 他们就是一回事 这是标下面解释 为四念柱能无余断一些烦恼 能够无余断 就是全部都断除一切颠倒 这是解释 所以这个要说 说三十七道品 就是各有各的粪迹 如果只说其中的一个 只说四念柱 那就是包括了三十七道品都在内 我没有说四念柱 四十七道品都说 那有前后之次的 单观尺中定根定力是第四课 定根定力即四净律中的所有正定 这是标下面解释 为主净律能为方便正不还果 你要成就了舍戒的四净律 以四净律为方便修实念柱的时候 那你就不一下子就可以正三国阿诺含量 不是先要正出国二国 然后再得三国 不是他一下子可以得三国 现在这个批评计 为主净律能为方便正不还果者 为如以利欲解欲者 就是得到舍戒十三的 后入正性决定的时候 后入正性决定位得不还果 他那个正性决定位就是三国了 尽以此意固着实说 这样意思 当观此中慧根慧力 祭四圣地中所有政治 无根武力里面的慧 就是出国见到四圣地里面的智慧 那个无恶的智慧 无常无恶的智慧 这是标下面第二解释 为圣地之 与四圣地能正现观的三国 就是那个无恶的智慧 无常的智慧 与四圣地与苦积灭到四地 能见到四圣地 能见到这是苦地 这是极地 这是灭地 这是道地 凡夫还是不能地 能正现观 能成就那个无分别的圣人的无恶的智慧 那就得到三门国了 可以得出国 得二国 得三国 得四国 我们就讲到这里 但是我现在想要讲个故事 这个潮山本济山寺 是亲近洞山寺的 他在那里住了多少年 后来就要走了 走了的时候 就是向洞山寺告假 要走 洞山寺说你到什么地方去 说不便宜出去 到不便宜出 不便宜什么就是不生不灭的地方去 洞山寺说不便宜出岂有去 那地方来有去吗 然后潮山寺说去亦不便宜 跟修行人的就会说出这种话来 这个话是为什么他会说出这种话来呢 因为他常做如是观 他就能说出这种话来 六祖堂经上的怀样寺师来见六祖大师 说也是这么话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说我从什么地方来 什么物怎么来 本来就是这个身体 这个手指头显示身体 这个鸭鸭鼻子身体的身体 从那个地方到这来 这是怎么来的 但是说什么物怎么来 洞山寺师不值得这么解答 答不上来 可见他以前佛法学的不够程度 在六祖大师那里住了八年 这一天他向着六祖说我现在能回答了 六祖大师说什么物怎么来 这时候怀样寺师说说是一物既不重 这时候他应该是从金刚经里面的 可以深相见如来法 不可以深相见如来 应该是从这里明白 观察这个舍即是空 胜而行时即是空 那么物说什么物怎么来 说是一物既不对了 我说我这个身体会走 这是一般的 这是虚人的话 怎么可以这么说话 我说这话其实都是一样 我说不便一处去 不便一处去又去 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再说一个 东山禅师是亲近云岩禅师开悟的 他亲近云岩禅师 亲近了也是跟他学习了多少年 然后也告假了 不要走 云岩禅师说说你到哪去 也是这样问 说是我谁离和尚未不说之 我谁也说我要走了 离和尚分开了 但是我还没有说决定到哪去 这个话里头都是有味道的 袁岩禅师说你可能是到湖南去 说不是 说你归乡去 你回家去 说不是 这时候袁岩禅师说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早晚却会 你什么时候回来 冬山禅师说 带和尚有住处即来 等和尚有住的地方我就来 这话也有意思 有住处就不对了 不住舍生心 不住生相为出发生心 也无所住而生其心 这话就是说 回来也没有来可说的 有住才有来 无住也就无来了 云岩禅师说 至此一别难得相见 现在你走了 我们很难再见面了吧 冬山禅师说 至此一别难得不相见 难得不相见 难得不相见 这是冬山禅师 同他的和尚 云岩禅师的问答 我们再说一段 雪丰禅师 雪丰禅师 来参销冬山禅师 在禅师语录上 这些都是大禅师 这些都是大禅师 他亲近了冬山禅师 也是过一个时期的告假 要走了 冬山禅师就问雪丰禅师 中间经过一个岭 才能回到福建 冬山禅师 冬山禅师说 就是彼此没有 彼此没有严而彼此生意 这个冬山禅师 冬山禅师这样一说 你不认识 怎么知道他没有面目 不认识 雪丰禅师 雪丰禅师没有回答 就默言了 默言师呢 我回答这句话 这个根本字是无分别的 现在你知道他无 要彼此生意的话 这是后德字 后德字是有分别的 所以知道是他无面目 这一句话 说着 这一句话 是 那一句话 对